這麼薄的肉乾 它只有0.1到0.3左右而已 用薄到會透光的肉片 烤出美味肉質 位於大隻市場的肉乾老店業者強調 一隻豬只有兩坨肉可以做 它是整塊腱子肉 微動一下 然後切 用機器把它切出來這樣 切出來是整塊的 我們不是那個組合什麼的 全部都是整塊的腱子肉 這一隻豬只有兩坨而已 另一家在蘭州市場的知名肉乾攤 則推出薯條肉乾等創意商品 業者也分享好吃的關鍵 做法就是要 進來 要先冷凍 以後才在那個 再出來 再割起來再醃製 醃製最近去 兩天兩夜 這樣才做起來 好吃 還有傳承七十餘年的這家南門市場 臘肉攤 不僅採國產租醇手工製作 每半年還自行將產品送檢 確保食品安全 因此很受國內外民眾及餐廳飯店信任喜愛 疫情解封後更迎來大爆發 尤其是現在 像很多從國外回來 還有從香港新加坡我們很多客人 因為他們很喜歡用我們的金華火腿還有這些 那有些常常已經三年都沒回來 我們最近觀光客這一群非常的多 請啟動 2023台北傳統市場節 再來一片 香味無限 一年一度的台北傳統市場節即將登場 今年以頂級肉乾大廠作為主題 匯聚全台北市11家市場名攤進行PK 要民眾投票選出天下第一肉乾王 本身也是肉乾控的台北市政府產業法案局長陳俊安說 每一家都好吃真的很難選 今年特別以肉乾為主題 所以我們有一個肉乾的大賞 那當然我們也把美食放在我們今年的主題當中 所以今年有一百多攤的美食來攪足 我們的韜客最愛吃的攤位 所以邀請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們在5月27號 5月28號都可以一起來到我們的花博公園 參加我們的台北的傳統市場節一起品嘗 台北市場的特色美食 也感受台北傳統市場的不一樣的文化 另外還有120家 韜客最愛吃熟食及飲料名攤參賽 爭奪年度代表天下第一攤 除了網路投票 還會有100位在地向導 前往各攤進行秘密評鑑 頂級肉乾大賞部分 也將在活動當天進行公開美食評選 5月27號到5月28號 在花博長狼登場的台北傳統市場 街主場活動 還規劃有多種親子活動 闖關遊戲 消費極點換好禮 及響應環保 自備購物袋換購物金 與50元銅板家限量購等多項優惠 並透過食物的美味 場域的人情味 及體驗的趣味 讓民眾重新認識傳統市場 感受道地的台北味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policing科学院 尬 全民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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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